人妻堕胎抱健情 小王却说不是她的菜 一名在中国工作的两姓台商 前天听儿子说妻子驱动手术 妻子告诉她只是子宫肌瘤 没想到她事后发现 妻子动的手术其实是堕胎 推算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 追问妻子 妻子才坦诚应寂寞难耐 曾与两名男朋友已夜情 胎儿应该是其中一名菜心男子的 台上气得告妻子和菜心男子通奸 但检方调查后认为 菜心男子不知女方已婚 仅起诉人妻通奸罪 即冒签堕胎同一书 涉犯未造文书 台上事后撤告通奸部分 妻子因此仅被依未造文书罪判刑 而台上另向菜心男子求偿80换 不过男子出庭时便称 人妻不是她的菜 两人有上摩帖但没黑朽 法官审理认为这说法不合长期 但没有证据证明 男子直到人妻已婚还上床 难以认定侵害配偶权 因此判台上求偿败诉 邓新闻新北报导 苹果新闻都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